皇室嬰兒還未出生 就已經成為全國熱華 連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都給小學生問 想爭酸是兒子還是女兒 劍橋公雀夫人凱特的舅舅就預料 威廉皇子和凱特的第一個愛情結晶品會是女兒子 王柱查理斯的夫人卡米拉早前透露 嬰兒可能會在這個週末出生 手後在醫院外面的大批傳媒都準備就緒 還在牆上掛了幾個小時 希望立刻記錄嬰兒出生的時間 凱特3B不單是皇室的家事 還關乎國家經濟 除了凱特最近穿的孕婦裝業賣 百貨公司亦都趁機推出慶祝皇室BB誕生的嬰兒首推車 印有皇冠的口水肩 嬰兒套裝 和餐具 皇室BB熱潮亦都帶動英國的旅遊業 當局指今年頭五個月 已經有幾百萬遊客遊覽倫敦 是繼上年奧運和英女皇登基60周年之後的一大盛事 英國零售業研究中心就估計 皇室BB會為英國帶來2億4千萬英鎊的進帳 刺激當地疲弱的經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胡言文報導